而动物人员每年每人编列3840元的文康费 拿来办自强活动吃吃喝喝 而夸张的是还可以请公假 也是引发争议 那么朝野立委呢 就将这3840元的文康费 降到2500元 不过民众心里听了还是很不平衡 因为毕竟这2500元的文康费 至少可以拿来欢唱KTV十个小时 或是享用五星级的巴费三次 政府部门常办生日party 唱歌切蛋糕和乐融融 只是花的可都是中央编列的文康活动费 每人每年高达3840元 拿来吃吃喝喝引发争议 被朝野砍为2500元 5.3亿预算只剩1.85亿 每年还有3.45亿补助费 虽然本来可以请公假改为不得请公假 还是让小老百姓眼红的很有感 公务员就是个爽缺不是吗 其实那不都是老百姓的钱去补助的吗 零 零 那2000多万拿来坐脚踏车 2500元文康费有多好花 西线站光KTV就能开心欢唱10到15个小时 也可以奢华点到五星级饭店吃三次buffet 或天气冷来个泡汤美容 还能连续去五次 不过这好康公务员专属 市井小名只能空险木 如果是2500的话 大家一起办的话 应该可以帮个两天一夜旅行之类吧 公务员福利太后康 立法院大刀一挥度悠悠之口 只是这一份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只是变小霉全山 民众心里难免还是有失落的比较心态 甄讯郭向秋晨台北采访报道 但请不吝点赞 蛋白洞